大家好,我是馮老师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小丽琴的奥器 如果你有兴趣学小丽琴 或者你对小丽琴想了解更多 以下的基本知识可能会告诉大家 小丽琴有不同的尺寸 有四分四,有四分二分一,有四分三,有四分一 如果是成人用,多数都是四分四 除非有些女生手比较短 小丽琴有八分七,可以适合女生 正常会用四分四 如果是小丽琴,例如一连班 可能会用四分一 如何知道琴合不合理的小丽琴 通常会把琴合比较下巴 如果手包了整个琴图,这个琴就足够用 如果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更大 如果是包不完,可能会更小 大人就必须用四分四 因为不需要再换琴 因为它一定不够散 我可以买一个好多小 可以用很久 所以我们有四条线 由幼至粗是一,二,三,四 越幼就越高音,越粗就越低音 最右这条线是E线,A线,D线,G线 这里有四个琴扭的教音 如果琴走音走得很厉害,就用这里 如果是走音很少的话 下面有四粒螺丝 如果是初恶的,或者是普通的琴桥 有四粒的琴桥 那些叫微调,会帮助你教你 这个琴桥 这个琴桥可以拿走 如果你拆完线,它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要换线的时候 你会逐条线,固定回来 这个位置 注意,如果拿上手,琴桥是垂直的 正常,麦斯利琴桥是没有肩托的 我们要另外一个肩托 也有些老师不提供肩托 因为他觉得直接接触琴会够好 但如果不好事,就可能 要缩住琴桥 或者手腕托 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你拉琴的音障 所以就会发现肩托的样子 肩托是掛在琴桶上 这样的样子 这边可以高一点 走到这个肩托 来保随下巴和肩托的空间 如何夹肩托呢? 首先,放松肩托 右手握着琴桶 放在左边肩托 45度角 左手握住这个位置 肩托向肩托向肩托 在右手提示 跟个部阻挡 topics onom怎么办? 后来不是 动手的音全部拍片 对手提示 后来帮助音全部拍片 按下一个琴桶 后来我们左手包含摇 吉利員 以右手提示 可以认识一下弦的名字 例如EADT 或者AAEE 我不说的就是认识弦的空弦 空弦只是不用按弦 就是按Oward或拉 接着 有支弓 这支叫琴弓 后面有个螺丝 让你调松 平时我们不用的时候就放松它 指弓可以休息 弦弯地 弦弦 拿出来用的时候 我们会扭起它 扭起一点 令弦弦离开弦弦的弦弦 扭起来就不容易碰到弦弦 但保持弦弯地 不断太紧 因为指弦要保持弹性 如何持弦呢 我们通常打直指弦 我们从两个最后一边 把右手出来的手指弓 和中间的手指做到铁锹 每支弓都会有凹位 我们将手指弓藏在内 另外中间的两两手指 尺尺地包住这个面 尺尺地扣住 手指背放在弦方的旁边 如果我拿走指弓 你会看到手指弓弦的形状 关节是弦的 放下去 不要伸直 有些人很紧张的时候 手指会伸直 全部弯弦 原理是 当你放在弦上的时候 食指要加力 令它弦弦一点 或者不要松 手指尾要减力 当你拎弦之弓的时候 手指尾要按住 手指尾要放在弦的重量 手指尾要放在弦的重量 这样去练习 反复这样去练习 有个方法教大家如何拉直弦 因为弦在弦上 要跟弦线的手指形作 如何可以练习呢 将弦之弦之弦 把弦放在左边肩膀 左手抛住右手手持 然后向外推 你会发现手指尾要变了 握上来 再重复做这个练习 让手指尾要好松 然后拿起手指尾要按 想起刚才的动作 把弦银放在弦上 将弦的弦的重量和手指尾 放在弦上 不要再拿起手指尾 因为弦的弦的弦 弦的弦是放松 手指尾要斜尾 所以弦的弦的弦 或者弦也会很转 mo腳靠 �料י不低 在弦baldi 将弦ades線 擁有弦的弦 将弦是 called A, 放松手针 硬是弦的弦 这个对弦是弦曲的部分 側弦的弦 由当弦是弦筋是弦 弦是和弦筋附 右手 弦 不如是打斜就不靠 所以我們要補救 不要指弓 防止指弓向外斜 傾向指板那邊 我們會把手推出去 看到指弓 不要傾向指板那邊 上來 我們想到指弓指弓 會自己向那邊的方向 收回直指弓 否則很容易 忘記收回手腕 就為此方向指弓 正常見慘 所以通過他 bum 上 PG 上 PG 下 PG 現在轉弦 How 나� part 其他線 好像個弹形 그냥 metabolic �fruit 不會推開指弓 好 G線 由拼 B、 A E弦,升至G弦,继续拉 上去,上去,上去 我要拉E弦,整支手垂下 在E弦的角度 小弟按了四条空间 E弦,A弦,D弦,G弦 我们将弦分为全弓 下半弓和上半弓 可以拉不同节奏 可以运用弦的部分 令到容易控制的音程度 例如我们拉四下短的音 两下长的音 我们用了四下下半弓 两下的全弓 可以运用弦的弦 可以运用弦的弦 有时在单数节节奏的时候 我会运用上半弓 我们会这样拉 我会运用了两下下半弓 一下的全弓 两下的上半弓 或者一下的全弓 令弦弦弦弦弦弦的弦 这个弦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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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弓 使弓的弹性 在弦上面跳 看到有果粒性 顿弓 弓就不离开弦 断下断下断下 其中间会有停顿音 与音之间有停顿 拋弓,有些人叫做跑馬弓 用弓尖的地方,用弓尖跳 可以下兩下上一下,或者下三下上一下 通常弓尖比較彈性的地方,加上節奏 拋弓和弓尖結弓,佖國彈性,喇叭 這裏是在弓尖 跑跳یا弓 便能在弓 significantly規格抖弓 我们会要求手指 用手指的关节 挑起指弓 另外我们会加上左手 按不同的位置 让一首歌 产生一些不同的音乐 旋律节奏 通常我们初学的时候 要拉一首很出名的歌 小声声 我们需要按一手指 按三只手指 就会拉到这首歌 有时初学的时候 我们会跳一些有勇的歌 例如这首 这首生日歌 在初学的时候 我们只要学习 如何按好位置 手指如何排列 就会拉到想拉的歌 有机会我们再讨论其他技术 拜拜